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网络上流传的这样一段影片 一只小动物在水中迟腻行走 看它的小腿半蹲半游 一副鬼鬼祟祟又平平静静的样子 活像一个漂浮的米猴桃啊 下一个画面 来到一扇半透明的水缸前 小家伙嚼着嘴巴往前走 不慌不忙 还能现场表演一个半蹲半游 原来它叫做水豚 就像一个入定的脑身 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 总让人感到平静和淡定 哪怕是人类大魔王 在它脑袋上玩起了喋喋乐 脑身也是温思不动 脾气真的这么好吗 再来一个更夸张的 都说鳄鱼是天敌 不好意思 哪怕是天敌 脑身我也能用平静来征服 这叫做成鳄阳山 所以为什么水豚人见人爱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 传说水豚是被温泉拯救的动物 如果你检索网络 也大概率会首先被它各种各样泡汤的画面所吸引 比如这张照片 是不是很多朋友拿它来当头像 据说这叫做眼神沙 和我对视一秒 忘掉所有烦恼 很多这些水豚泡温泉的影片 都来自日本 又恰好都有点日本禅中的差季风 然后我们就都以为水豚是日本的动物 但事实上水豚的脑架在南美 韦内瑞娜和巴西那边曾经有很多日本人勇闯巴西 他们发现了水豚 于是就像当年牛蛙和小龙虾一样 它俩最终成了夜宵之王 水豚当时也是害怕极了呀 因为它也被日本的生物专家们看中了 这东西温顺好养 吃草就行 出肉率还高 根据一位叫做佐久的日本研究员回忆 当年日本的第一只水豚确实是由净化生物研究所和韦内瑞娜西蒙大学联合引进 传说不假 引进最初的研究方向确实是打算把它当作家畜来推广 但是专家们可能是把问题想简单的 水豚当家畜 这个课题就像现在很多被水豚圈粉的朋友一直在询问的一样 我能养一只水豚吗 看上去好像不难呢 但事实上水豚是一个净化狂魔 甚至可以说净化出了控制心灵的能力 非常难养啊 具体的故事后面细说 总之想要养水豚 这并不容易 日本的专家们也大概是研究了二十几年 到了1960年代 水豚变真豚的那个加畜计划呢 也才有了实质性的突破 豚也就是小猪的意思 所以这是眼看着我们的水豚胸即将变成下一锅牛蛙和小龙虾啊 但就在这个时候呢 佐久研究员继续说 1965年 德山动物园鬼使神才的做了一次水豚展 意外 当时绝对是意外的火爆啊 怎么民众都喜欢这种傻乎乎的大老鼠 没错 在生物专家的眼里 水豚确实是一种老鼠 现存最大的耗子 能长到一百多斤 然后转过连咯 日本伊豆仙人掌动物园也是嗅觉敏锐 再次向游客们展示了水豚的魅力 本来按照生物学家的习惯用拉丁语或者希腊语直译水豚就应该叫水豚 但是当年两家动物园就像被什么东西控制了一样 在介绍水豚的时候呢 竟然都鬼使神差的 使用了他的巴西土语发音 卡皮巴拉 这一下子就让他告别了家畜的联想啊 对啊 兔兔这么可爱 怎么能吃兔兔 到此为止了 专家们手里的水豚家畜计划被彻底打乱的节奏 严重的辞职了下来 但是专家们岂能轻易罢手 都研究了快三十年了 说放弃就放弃吗 教授们的经费还省不省皮 眼看着水豚兄身后的地狱之门再次打开 到了1982年 第三次鬼使神差 一件偶然的事情 它发生了 这天 伊豆仙人掌动物园的一位饲养员 正在用热水清理水豚员 他回头一看 却发现有一只小水豚 悄悄地把身子泡到了自己的热水桶当中 饲养员心想 莫非水豚也爱泡汤 于是赶紧叫来几位同事 再多弄点热水试试 果然 果然效果很哇塞啊 尤其是小水豚们泡在热水里的那个表情 很平静 很淡定 这不就是日本观众们喜欢的风格吗 像一个入定的老生 在温泉中泡出了无边无际的平静之力啊 饲养员一致认为 这种泡汤表演绝对吸引人 于是水豚泡汤的名场面 就这样在1982年的伊豆仙人掌动物园横空出世 果然果然是火出了天气 整个日本都开始追捧咖啤啪啦 太可爱了 那种平静之力太有感染力了 所以到此为止 哪个专家还敢说吃豚豚 与此同时呢 日本的一位飞行货营员也是脑洞大开 从北美引进的金枪鱼 这个故事我们现前也聊过 本来金枪鱼在北美是多到只能在码头上当垃圾处理的地步 结果运到日本以后呢 也是一下子又火了 填补了日本的蛋白市场 民族们疯狂的采购不断 这算是消灭你的永远不是你的同行吧 就这样 当初花了小五十年时间引进水豚的专家们 彻底哭音在厕所 放弃吧 真的放弃吧 从此以后 水豚变成了与温泉相伴的动物 开始用它的平静之力感染着更多的人类大魔王 然而水豚真的适合泡温泉吗 有传闻说 这是动物园招揽游客的恶劣手段 毕竟南美没有温泉 水豚会被温泉里的高温和硫磺杀伤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这次日本的生物专家们终于站出来正派了一把 他们竟然很严肃 很认真 也很搞笑地研究了这个课题 论文竟然还发表在Nature杂志上 实验安排在2020年的冬天进行 因为习惯了南美的热带生活 水豚在日本冬天几乎都未得皮肤干燥症 专家们精心挑选的90年龄在2到12岁的水豚 4只雄性 5只雌性 每只水豚在开始实验前 都被详细地记录下了皮肤数据 包括水分 黑色书 红斑 皮脂 等等等等 实验过程中 水豚每天都要泡温泉至少30分钟 连泡21天 看看皮肤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在第7天的时候 实验效果并不理想 水豚的皮肤依旧干燥 毛发并没有光润 但坚持泡到第21天的时候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水豚的皮肤肉眼可见的变得红润且有光泽 毛发也更加柔顺 再一看实验数据 水豚皮肤中的含水量 比14天前增加了近百分之百 血液循环的速度也跟夏天时相差无几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 水豚的皮肤在温泉的buff下明显改善 他们泡汤真的是爽到不行啊 更有趣的是 科学家们还借此机会 顺手做了个水豚温泉舒适评测表 如图说是 泡温泉的时候 水豚眼睛闭得越充分 耳朵越往后靠 就表明它越舒服 看到这片动物的时候 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它之所以能登上NATER 想必多半是因为水豚胸的平静之力 已经横扫东亚火遍欧美了吧 然而水豚为什么能有这种悄无声息的魔力呢 各种猜想也很多 我们不妨再介绍几种 除了泡汤的迷鹰 让水豚火遍全网的迷鹰还有一类 那就是这种各种动物连着水豚的短片和图片 小三羊在它身上跳来跳去 小乌龟骑着它 小猴子把它当妈妈 小母鸡也把它当摇篮 就连狐猴也把它当万能肉垫 不停地蹭来蹭去 还有汪星人 本来十分警惕地走过来 结果也在它那平静的小眼神下 不由自主地想和它蹭蹭 哪怕是天敌鳄鱼 水豚也能和它们一起晒太阳 而且有时候还是这么一大群 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所有的动物都喜欢水豚 曾经有网友解答说 如果有一种动物的粪便非常好吃 人类会不会有一些大胆的想法 开网友表示 曾经他害怕极了 直到水豚饰养员告诉他 水豚便便特别好吃 营养丰富 很多动物都喜欢吃 而且水豚便便蛋白质含量很高 粗蛋白15%左右 比牛肉略低而已 所以在动物眼中 这是一台行走的便利店 而且免费 就像装满了糖果的卡车 只要一颠簸 就会掉落出各种各样的美味糖果 开网友甚至表示 许多肉食动物也喜欢吃水豚便利店 听说美洲宝不是吃水豚 就是吃水豚便利店 这大概就是他为何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吧 那位网友介绍到最后了 甚至有些诡异地留下了一句话 大概就是那种山楂大腻丸的味道 带着一丝丝苦味 我们全当他恶高好不好 因为据研究便利店这个现象 在动物界其实挺普遍的 不仅水豚 很多大型食草动物 其实都是移动的糖果车啊 这和他的消化结构有关 恐怕大家还要拿这部影片下饭 我们就此打住 简单做个结论吧 龙咸香 它来自抹香精 五菱子 来自水豚的亲戚 五鼠科 还有最近包的猫屎咖啡 真的是来自灵猫科 色香猫啊 所以水豚便利店的猜想虽然有趣 但并不十分正确 那水豚究竟为什么人见人爱呢 网络上流传的这样一些影片 有网友在郑重其事的说 千万别以为水豚是老好人 佛爷当年也是日本专家们 驯花了三十年没有成功的野生动物啊 要是在野外遇到它 你可能根本无法想将接下来的画面有多正经 比如这位女士在野外遭遇大水豚 她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靠近 从眼神试探到小心的上手去摸 结果下一幕 I'm sorry 这画面实在太震惊了 这就是水豚在野外遭遇意外的情况吗 真的要不要这么震惊了 这还没完 又有人说水豚看似憨厚 但真的是心思缜密 可别小看的佛爷啊 比如这段影片 龟仙人猥琐的咬着他的耳朵 他也是一脸和气的继续睡觉 然而当龟仙人享受水果的时候呢 佛爷一不小心就大摇大摆的把水果踢翻在地 佛爷的和蔼也是实力的彰显 水豚有一百多斤 哄叫一声 也能瞬间跑出五十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比博尔特还快那么一丢丢了 所以佛爷早就预备好了两套面孔 如果他觉得你的体重和速度不足为虑 那么他会像一朵交际花一样 用平静和温柔的一面来征服你 像这样顺势一趟 把肚皮暴露给你 但事实上 这也是充满了野性的一招啊 来源于他们祖上老鼠家族的装死神迹 像这样考验即躲避天地 至于如此可爱的神迹 甚至有日本网友总结出来 想让水豚撸得爽 要像这样不停的挠他的屁股 然后就能激活他的装死开关 另外 水豚还学会了和猫咪狗狗一样的卖萌神迹 但他没有尾巴 就只能用耳朵来跟你说 对对对 就这样 就这样 你爽我爽 大家爽 而如果你是恶极乐的美洲豹 佛爷也能精准判断 那就是另外一副面孔了 四足博尔特沼泽小天王 赶紧串到水里 再给你这只汗鸭子 一个平静的眼神沙 这就是佛爷的实力 他的好人形象 其实是拿捏分寸的准确 用呆蒙世人 以实力欲敌 然而 这种猜想虽然能解释表面现象 但还是说不通深层的原因啊 为什么水豚的呆蒙 是一种感染所有生物的佛系 而猫咪熊猫的呆蒙 就只是一种专门猎杀人类的优太神美了 水更加深入的猜想 它还有两条路径 一条现实 一条魔幻 我们先说现实的那一条 水豚是一种群居动物 就像大象一样 必须一大群生活在一起 它们天生就是一个温馨的小社会 比如小水豚会把种群里的所有女性当作妈妈 逮到谁就吃谁的奶 所有的成年水豚呢 也都会像个言传身教的好老师一样 用好好脾气 教会每一只小水豚 佛系生活的处事之道 因此 水豚天生就是被佛心沁染过的森林 渥热自在 无有恐惧 所以 当水豚把这一套群居的佛心搬到更大层面的物种之间 自然会有很多动物接纳它 喜欢它 其实这也是养殖水豚中的一大难点 由于它是群居动物 在野外小则三五十头 大则一两百头 因此 你若想养它 不可能只养一两头 这样它会像你断绝了所有的社交和网线一样 然后被关到小黑屋的感觉 哪怕吃得住的再好再舒适 它也会抑郁 也会发疯 其实人类也是一种群居生物啊 我们当初的自然规模也是小则一二十 大则三五十 应该是很能体会那种被离群被幽逼的感觉 而且你发现没有 为什么虎鲸 海豚 包括猫咪 狼狗 这类天生杀手 也都和人类自来熟了 其实我们人类身上 也有这种来自群居的自然亲和利尔 只是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忘了而已 当我看到水豚 其实就像看到镜子一样 会被这种亲和利牢牢的吸引 甚至有养过水豚的网友表示 小水豚由于孤单 甚至都和自己群居上了 所以 群居理论可以很现实的解释水豚的万人迷远里 但是当你盯着它那种半死不活佛力佛气的状态 似乎又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这才是大自然真正的鬼斧神功吧 谁说灵感不存在 恐怕水豚它真的就是进化出心灵能力的神奇物种啊 比如2020年的这项研究 专家们就直接发现了水豚 超级发达的心灵器官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你刚刚出生的时候 眼睛都还没有睁开 这个时候 护士过来给你为人生的前级勾揽 护士是如何操作的 是不是轻轻的点点你的小鼻子 然后你就像用鼻尖看到了奶嘴一样 精准的往上凑 这是什么原理 鼻子也有视觉吗 没错 鼻子也有视觉 而且这个视觉器官 在你告别婴儿时期以后会飞速的退化 它叫做泥鼻器 不知道大家看过香水那部电影没有 或者有没有听过有关嗅觉记忆的都市传说 如果没有 那我们聊聊频道戏说 总之嗅觉其实是一种直通心灵 或者说直通意识的感官 佛家说 言耳鼻舌生意 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意识 除了嗅觉直通意识以外 其他的四种感官 其实都要通过你的大脑再加工以后传给你的意识 科学家们也已经通过神经学证实了这一点 所以专家们在解剖水豚以后发现 它的鼻子里竟然有一个非常非常发达的泥鼻器 甚至从外观上都可以看到 鼻梁上这一大块灰秃秃的区域就是它的泥鼻器 其实它为什么长出这么一个又宽又长的大脸鼻子 这竟然都是为了让泥鼻器发挥最大的效能 然而泥鼻器有什么作用呢 非常的微妙 如果说直觉第六感 这真的是一种物理感官 那么它可能就来源于嗅觉和泥鼻器 回想一下你身边那些第六感爆棚的朋友 一定也都是嗅觉灵敏的香水大师 然而人类就像被封印了一样 我们会在出生以后迅速退化泥鼻器 直觉消失了 取而代之是掩耳鼻舌生意的幻象 很多动物的泥鼻器都比人类发达 比如这段影片 当你的狗狗开始逃跑的时候 你最好也赶紧跟着一起跑 而当专家们研究水屯的泥鼻器以后发现 这已经不是比人类发达的问题了 我们是出生以后飞速退化 猫猫狗狗是出生以后几乎不变 而水屯呢 则是在出生以后持续增强 究竟增强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语言和感官是无法形容的 要类比的话 大概就相当于 水屯就是佛陀口中 天生就能突破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用直觉形身般若波罗蜜多的生物吧 为什么他不害怕 因为他的直觉让他能预知未来 当然预知未来 这个词也是从人类这种落后感官来内比的 比如你走过来 我哪知道你是恶意还是善意啊 除非我会独心术 我能通过独心术预知未来 预知你是善是恶 但水屯呢 你是善是恶 他用泥鼻气一闻就能直接闻出来 甚至你自己都还不知道你潜意识中的善恶 他都能帮你闻出来 这才是人家大自若与闹声入定的资本啊 然而继续研究 水屯竟然有这种预知未来 读取心灵一般的感官 那他是否也进化出与之匹配 操控心灵的能力了 二十年前 我还在大学读生物的时候 教授曾经直言不讳的说 如果核大战爆发 人类毁灭自己以后 重新统治地球的 一定是脑鼠 因为如果达尔文是对的 进化论成立 那么很显然 老鼠所属的猎磁木 才是我们这颗蓝星之上的进化之王 比如在阴暗幽深的地理之下 有这样一种老鼠叫做裸燕 它们几乎把能退化的全都退化了 皮肤没有痛觉 耗氧量极低 哪怕氧气为0 也能生存5个小时 体温恒定的机制也退化了 它们在地下能像冷血动物一样变温 眼睛视觉 这都不需要 在黑暗的地下 它们靠嗅觉盲示 繁殖 为了狗活 甚至连繁殖的能力都抛弃掉了 是不是很夸张 裸燕竟然进化出了和蚂蚁蜜蜂一样的 真色灰心 就是一个种群当中 只有一只肥瘦的女王 和她树枝雄性后宫 其余的老鼠 全都是没有生殖能力的公鼠 公鼠负责劳动 养活女王 而女王呢 则通过心灵控制的技术 控制所有老鼠 没错 心灵控制 这个词 在生物学 在自然界中 本来就是存在的 比如经典的蚁后控制蚁群 一旦蚁后下达命令 每一只蚂蚁 不过是一个听话的细胞 绝对不问为什么 只是按照命令形式 在蚂蚁那边 这种心灵控制 也会让蚂蚁从出生的那一刻 就放弃生殖的能力 变成只知道劳动的工艺和兵役 这是靠以后给他们分配不同的食物 释放不同的信息术所达成的 但是你一个哺乳动物 一个猎齿老鼠 竟然也进化出了和蚂蚁一样的社会形态 你靠的是什么达成这种放弃生殖的心灵控制啊 专家们研究以后发现 裸燕羽王竟然是靠控制鼠群的食物来达成的 而这些食物呢 竟然又是羽王的排泄和分泌物 羽王通过排泄分泌不同的食物 来控制每一只老鼠 这太夸张了 更夸张的是裸燕与人类的DNA相似度 高达93% 有一本科幻叫做来自新世界 就是设想未来人类社会成的裸燕的模式 相当的惊悚 我们会员频道细说 总之虽然没有明确的研究证据 但是裸燕水屯同为脑鼠 它们是否也都进化出了控制心灵的能力呢 裸燕羽王靠粪便和分泌物控制鼠群 别忘了 水屯也是移动的便利点 它既然离比气发达 那它是否也在靠便利点和分泌物控制身边的各种生物呢 总之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 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人类大魔 水屯还在我们的场卧之中 我们还是继续来看点水屯平静 可爱的一面 每当我看到这段影片的时候 我都十分确认 是的 水屯是一种鱼 这简直太神奇了 到了水下 依旧是如此淡定的表情 不急不慢的划着蹄子 真的像一条鱼一样在水冲漫步 有人说水屯水屯 它真的是为水而生 耳朵能锁臂 眼睛能抗压 如果你抚摸它 你就会发现它的毛发 并不是你想象中那种猫咪狗狗毛茸茸的感觉 而是有点像你自己的头发 很粗糙 但又很综顺的那种感觉 其实和你的头发一样 这种毛发结构 是专门为游泳而设计的 另外 为什么水屯没有尾巴 其实这个原理 也和你为什么没有尾巴 是一模一样的 像这样 因为水屯也会直立行走 看看尾椎骨的对比 从左到右 依次是你水屯和猴子 发现没有 你站的最直 尾椎骨退化的最明显 水屯斥肢 而猴子 由于尾巴的阻挡了 髋关节直接趴到了地下 永远不可能站起来 所以直立行走 就必须放弃尾巴 而人类究竟是怎么放弃尾巴 学会直立的 专家们说是为了站起来摘果子 爆果子 但是别忘了 我们频道还一直暗藏一个经典的贪图进化论 人类如何学会直立的 看看水屯啊 是否和我们当年一样 生活在贪图上 靠福利 慢慢学会了直立 所以 水屯真的是一种鱼 它脚上游浦 已经很努力 朝着水属之鱼的方向进化 比如 曾经有这样一头 叫做阿丸的水屯 有一天被游客发现了 侧躺在水里好几个小时 游客都担心它是不是意外淹死了 然而 饲养员则请大家放心 试一项 下一秒 阿丸就站了起来 还用鼻子吐起了泡泡 再比如这段影片 人家水屯游得可比镜头里的鲜鱼舒展多了 还会二段跳 这就是水屯在水下的场景 它真的就像一条鱼一样 然而 水屯之鱼的背后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故事 那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忠实的天主教朋友 姓罗马教廷的那种 那么你问他 水屯是鱼吗 他一定会很肯定的告诉你 是的 教廷认定他是鱼 所以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原来 这背后的故事 大概是这样的 1538年 中世纪的教条方兴为爱 而南美洲的丛林里 已经有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师们 入驻不道 这个时候呢 传教师们突然有点猛 说好的耶稣福音 说好的一起信教了 你们这些原住民 怎么能在栽月 吃水屯 当时按照原教旨条例 天主教的栽戒日很多很频繁 除了每年春天长达40天的风灾之外了 隔山岔路 耶稣降临 耶稣复活等等节日也都要风灾 算下来 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风灾 教师们在南美丛林里能忍 但刚刚皈依的原住民们可忍不了啊 教师们一边说着罪过罪过 一边不停地给教廷写信解释 啊 这种动物啊 它脚上有苦啊 南美丛林啊 它实在太苦啊 看在上帝和蛋白质的份上 我们恳请教廷将它认定为鱼 因为风灾期间不能吃肉 但可以吃鱼 比如黑雁 曾经也因为脚上有谱 被认定为鱼 还有一些水鸟因为未经交配 就能在水中生育 也被认定 其肉呢 不会引起性育 而被解除风灾 最强的是兔子 教师们曾经解释说 由于兔子长成的胚胎 不是一个肉 而是兔子子宫中流动的一种液体生物 所以 兔子也被认定为 怎么说 某种鱼吧 反正可以吃 总之 有了以上参考 教廷也深知传教之苦 于是大笔于灰 好吧 它是鱼 就这样 哄得水豚可就惨了 据说很像兔子 兔头还很香 像这样 至今委内瑞拉的著名料理 好了 大家知道就行 别倒回去看了 最后 最后 怎么能吃豚豚 这两年 和水豚一起活起来的 还有一个叫做MBTI人格测试的东西 这其实是一种很古老的容格心理学道具 把人分成INFI ENTP I人 艺人 等等等等的内心 一共16种人格 不说很准吧 但起码有容格老爷子的理论打底 还是比12星座要准确不少 然后 在水豚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加持下 很多年轻人都说 我是第17种人格 卡普巴拉型 就像影片里种种情况一样 被提呼药 被食以受吸 被人类大魔王叠橘子 反正情绪稳定 武动于衷 你夹你的 我吃我的 面对周遭的繁杂 保持我的顿感力 即使周围都是恶于天敌 我也是活在当下 不去内耗 洗个痛快的澡 非常从容 碰上好吃的 不争不强 能吃多少吃多少 这叫做爱与和平 逐他一个无欲无求 水豚因此从南美走向了世界 在什么地方都混得相当好 动物园有专人照顾 宠物店有店员打你 就算被人买回家 也都有独享的草坪和用池 非常的安逸 这么一总结了 我真的是有点误了 也难怪水豚会成为 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导师 一时间大家纷纷表示 愿意皈依屯门 现在我们随处可见 这种屯门图腾 社交平台的头像 换成了水豚 通情包包上挂着水豚 网络聊天的表情包 也用起了水豚 从追求水豚 理解水豚 到换抢成为水豚 也许 这既是对自己 疲惫心灵的安慰 也是对如今 巨大压力的无赖 谁不想做一个 皈依屯门的修行人呢 再看一眼水豚 平静的眼神 感受这种平静 他似乎在说 爱与和平 你们人类啊 就像进化出了 能感知爱 但又却总是 捡得芝麻丢西瓜 如一间抛弃爱的 都市猴子啊 可能真的是这样吧 我们的感官太多 太丰富 反而忘了最原初的 爱与直觉 如果我没有算错 那么大概率 当你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 应该是大年初一 新的一年来了 2024 或许 这一年 我们都需要一点 皈依屯门的精神呢 一切都会过去的 在节目的最后 让我用一只平静的水豚 祝福大家 一切安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 夫人说 原来2024年 属水豚 需要一点 平静和淡定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